附近航空七个月内发生了两次空难 民航局要求在四个天内全面召回ATR机队机师重新训练 而从7号开始连续三天将取消90个班次 但也因为通知不够周全 被赶来搭击的民众批评不负责任 附近航空国内线柜台冷冷清清受到飞安事件冲击 民众对附近航空有疑虑 一早柜台前几乎八成民众都是来退票的 但民众抱怨付航取消航班 却没有进到告知义务 一早拎着大包小包行李 准备飞往花莲谈生意 却没有飞机坐 我不晓得没有航班都没有通知 那真的的确是蛮不太负责任的 七个月发生两次重大飞安事件 民众质疑 复航根本是螺丝松掉了 飞安事故发生已经第五天 就连最基本的取消航班通知旅客都是慢半拍 其实受到这次飞安事故影响 民航局要求复航在四天内全面召回ATR的机队机师 重新调整训练 才会临时取消班次 目前取消的航班包括了昨天七号开始 一连三天到九号 共取消了九十个班次 出国运能一口气掉了四成 这是复航ATR的机师召回重新训练 训练结果将在十一号公布 据传这次重研要求 只要考试不合格就停飞 重新训练就是希望不让飞安事故 悲剧再重演 记者黄立委吴家宝台北报道